肉段烧茄子是一道东北的下酒下饭硬菜 今天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把去皮的茄子切成滚刀块 别太大,不爱熟 切好以后,马上加一勺玉米淀粉 用右手拌均匀 然后再淋上一点清水 再加半勺玉米淀粉,再次拌匀 像这样就行,砸出来是脆的,也不浅油 再捅过半斤瘦肉 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丁 切好加清水洗一遍,把斜水洗掉 控干水分以后,加两克盐 拌匀,放一边备用 碗中加一百克土豆淀粉 加水,没过淀粉 用筷子扎几下,让淀粉迅速吸收水分 淀粉不冒泡了,把水倒出去 留一点,不然太干了 用手抓拌一下,这个粘稠度就可以 把淀粉倒入肉里 用右手抓拌均匀 像这个效果 再加半勺食用油,抓拌均匀 防止炸的时候崩 油温烧到五成热 用大葱一插,糊糊冒泡了 把肉段一块一块分开下锅炸 全程大火 全部下完,用漏勺来回翻动 粘到一起的,敲的一下就开了 炸两分半钟,捞出来 等五十秒左右,油温升高,再次复炸 复炸一分钟就行 外表金黄,捞出控油 还是大火,不等油温 直接把茄子下锅 炸到金黄酥脆 捞出来,和肉段放一起 配料红绿尖椒,也用油烫一下 另起锅烧油 下葱姜蒜,爆香 碰入酱油,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勺半的清水 调味加盐 味精 白糖 有条件放点蚝油 开锅调小火 用水淀粉勾芡 像这样能挂出勺子了就行 倒入茄子和肉段 开大火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肉段烧茄子 你就像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 好吃不腻 百吃不厌